今儿我也不怕跟你说点实话 其实当初学家破产以后 你那么着对学阳 我看着挺心寒的 不管你们家跟学家 以前有多大的仇 人家已经破产了 该结的就应该结了 学阳跟你就算不上是朋友 那好歹也是在一起 吃喝玩乐了这么多年的熟人 总也不至于那么着对他吧 有爱就说明你还有人味 有人味呢就还值得教 爸 莎莎回来了 我给你们安排了 周五的晚上 你们两个在一起吃个饭 你一定好好给我表现 争取这次 把你们的关系确定 不是 莎莎谁啊 锦芯投资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这个我能不去吗 你 你记住啊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万言吉他那儿正好有个 保洁工的位置空着呢 我给你留着 您舍得这么摧残我吗 喂 王姐啊 万言心里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是吗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到公司谈吧 嗯 你试试啊 看我舍得舍不得 怎么会亏损得这么厉害啊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让财务前后给我核实了五六遍 才确定这是真的 哎呀 这也太快了 现在那边所有的高层的位置有都空缺 各个部门呢群龙无首 整个万言讯例已经基本瘫痪了 那孙权他们不是知道你已经回去了吗 他们在你手下干这么多年 念旧情的话总该回来帮帮你啊 不是他们不念旧情啊 是 你万言讯例现在的状况 已经有点回天乏术了 我跟他们联系过了 他们都说被周少骂伤了心 担心一旦回来 万言讯例要是还没有起色或者更差了 他们岂不是要顶一个更大的罪名啊 这么一来 因为对他们日后的发展和在业界的名声 负面影响太大了 所以 都怪我呀 把一个好端端的万言讯例交给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手里 你这边准备怎么办 我呢 先给你拨一笔款 你招一些人先把公司运作进来 这恐怕不是个办法 新招的人要能上手得一段时间 等新人上手了 重新建立关系网 又得一段时间 原来很多公药商因为周少的缘故 都不再跟万言讯例合作了 还得重新再找公效去逃 这一来一往的 时间 资金 人力无力就全得耗上去 这段时间 公司刚开辟了几个新的市场 正是用人用钱的时候 如果突然增加了万言讯例这么个脱油瓶 那总司会吃不消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被拖垮的危险 这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有道理啊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总不能把万言心理扔在那不管啊 已经烫水的山芋 可以让别人接着吗 万言讯例这一年 在业界还是有些口碑的 如果现在 我们马上联系买家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什么 你是说要把万言讯例给卖了 而且越快越好 咱们一宣传造势 这效果还真是挺明显的 现在这个 餐饮协会 旅游公司和物联网 都已经给回话了 说希望能面谈 你们说 咱们先跟哪方面的面谈 你说吧 我说 旅游公司吧 我觉得要是能把小农场 搞成旅游项目的话 咱们就不用等 庄稼长熟了 咱们就可能就第一笔入账了 行 先跟旅游公司谈 我现在就去 我送你去吧 不用 送什么呀 我打个低就走了 都在呢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周末才回来的吗 你也不回家 把包先放下你是 不顺道 这是少来回折腾了 小农坊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想尽快回来 给你们汇报一下 那行 你先跟他们俩汇报吧 我得上套旅游公司 走了啊 喂 我还是送你吧 瘦了 累坏了吧 累 主要是心累 你要知道我跟你认识到现在 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 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每天看不见你人 听不见你声音的生活 小小昨晚晚 把小农场的工作安排好 我就连夜到了镇上 等着地板车过来了 立的 你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以后不管我们在别人面前 装成是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姐弟也好 就是不要再分开了 不管怎么着都再也不要分开 永远都在一起 行吗 永远啊 那要好长时间啊 总在一起不会腻吗 不会 跟你在一起多长时间 永远都不够 永远都不够 行了 我尽力 这两天你要到处跑啊 车就你开着吧 我本来也准备给你配辆车呢 要不这个周末啊 咱们就去车行看一眼吧 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公司一笔钱都没进账呢 你给我配什么车呀 拿你自己钱 还是拿智力投资公司的钱 我告诉你 我就怕你这个 你要这样我只能辞职了 你拿我当正常员工对待 对不对 那好吧 不过今天啊 你还是开我车去吧 旅游公司确实太远了 行吧 今天我开着 下班之前我给你送回来 行 好 早来啊 好了 算快吧 路总一会儿该回来了 再抱一会儿 不是说好了 在外人面前 该装什么关系就得装的吗 嗯 嗯 汪总啊 好好好 我们这边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看一看 你看一下这 你这放心吧 我等你电话啊 看迪威呢 这万里已经同意卖万元新律了 汪剑说最晚下个礼拜 就安排我过去跟他们谈判 看来汪剑要做空万元新律的计划 进行得相当顺利啊 是那个周浩配合得好呗 不过我要是去万元集团 一旦碰上周浩 那可就麻烦了 他可是认识我的呀 放心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 周万里现在肯定是对周浩失望之极 如果要是真的在万元集团碰上了 那你就当不认识他 周万里肯定是宁愿相信你的话 也不会相信他的 再说还有汪剑在一边帮忙呢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我本来也是想找个机会 跟周浩好好聊聊的 你还要跟周浩聊啊 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 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 我想他应该能明白 打这个道理吧 嗯 冲吾啊 小农场建的怎么样了 让我也看看吧 你看 这没电了 我刚刚电池明明装的呀 我刚刚电池明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这个绿乐园找到那么多家媒体 不知道我们抠好一点太让我们上线了 对啊 我们今儿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怎么 是不是不把我们当朋友 没有 怎么可能嘛 主要是我们这个绿乐园呢 折腾的都是种萝卜种菜的事 跟你们这样的 时尚界大腕实在是不沾边 所以 我说你平常这脑子挺灵光子 到这事儿怎么那么迟钝呢 你要知道这时尚界的人 哪个不比普通人更喜欢健康啊 绿色有机啊 你做这个私人农场DIY的这个创意 本身就是一个特翻身的事儿 你不跟我们打理跟谁打理 你可真有意思 对啊 这时尚界的人真的是蛮糊糊的 我的错 我的错 好 就这么定了 绿乐园下一层 正式杀入时尚界了 这表现现在这事儿还不一定管 你错了 你的梦想实现得够快的 第一批订单已经拿到了 没办法呀 实际上咱们家人多的 我这样跟你商量的 有没有兴趣跟他们掺和一把 这个栗子姐将来是要整个把这个 绿乐园做成上市的 咱俩关心那么好算你一股啊 那太好了呀 总看着你们一家人 天天在我面前秀甜蜜 我还以为你们早就不打算 带着我这外人玩了呢 谁说你是外人啊 我一般人把她拍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特别是吧 特别是多多多多啊 对我说你想要一把这家人 那个设计 那是最后的 我有意见 小学生的 怎么会 我都会得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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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作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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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不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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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 感谢观看 就能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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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明明明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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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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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等琪琪一放假 你们俩一块儿过去吧 说好了 你们俩管网站 和二二四小时视频的 好啊 杨 要是有一天 周浩也回来找你 要想和你做回朋友 你打算怎么办呀 他这个人吧 从来不会把他真正当朋友 在乎的 只是对自己有没有利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太辛苦了 杨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 新的商业理念叫 培养竞争对手啊 你想让我把周浩 当竞争对手培养啊 不是 我是想让你用这种理念 来对待周浩 其实周浩市场 有很多值得你去学的 又能编刺你的东西 比方说 他可以不在乎脸面 只要他需要 就能随时跟任何人 成为朋友 比如说 他喜欢跟各种人交往 还以玩人间关系为乐 这些都是你欠缺的 也是弱于他的地方 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做法 但是 你不能不了解他的做法 更不能 不会应对他这种人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像周浩这样的人 甚至比他还过之的人大把 你早晚都会遇到 也早晚得学会 怎么跟他们招选 所以 干嘛不拿周浩先练练手呢 如果你能成功地 跟周浩保持一种 亦敌亦友的关系 那么你将来 就能轻松应对很多人 甚至 可以让周浩帮你应对那些 你根本就不想应对的人 这个其实就是培养竞争对手的 精华所在 学会欣赏对手 影响你的对手 在需要的时候 然后跟你的对手合作 让他的优势为你所用 明白吗 嗯 我试试吧